我们两次来高端都听到了我们业界的鼓励 总统蔡英文去年2月20号特别前往高端竹北场视察 看得出总统对高端疫苗的重视用行动力挺研发 因为就在这四天前高端和美国国委员签约 取得新冠候选疫苗和生物材料 谈成功的大功臣就是一路在旁陪同总统的高端总经理陈灿坚 高端从营运开始一路都由陈灿坚带领 但其实2012年创立的高端疫苗原本是基亚生技旗下的疫苗部门 基亚董事长张世忠也是高端的最大股东 2014年基亚生技研发肝癌新药股价水涨船高 不料解盲失败戳破生技大梦引发连续十九根点停 更引发炒股风波 2017年间基亚疫苗独立分割改名为高端疫苗 主攻肠病毒疫苗登革热疫苗 还和韩国合作引进四架流感疫苗 公司积极找外商合作增添研发战力 有一部分的钱放在国产疫苗对吧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嘛 那个钱也不能讲 那一样是有保密的决定 高端疫苗成为国内进展最快的新冠疫苗厂 公司股价更在年初齐阳飙涨 即便董事长长世忠很少出面代表高端发言 但过去炒股移云或多或少也影响了高端 未来走势解锚结果成了关键 TBS新闻李延志宙宣台北报道